好,同学们,欢迎大家,我们来到课堂啊,今天晚上又问到词根70了,我们离词根100的目标已经越来越近了,当然了,胡思导就承诺过了,100,我发现咱们今天群里面很厉害啊,我一直在设定新的课程,所以呢,也有的时候没来得及回答,但是我让周教老师正在收集你们的那个诉求,同时我发现在群里面的其他同学已经具备了互相解答问题的能力了,很厉害啊,刚刚到这儿就可以啊。 好,我们现在接下来看看同学们,第一个单词就是回廊,修道院,修道生活的,这种单词你知道讨厌在哪儿吗?比喻含义,英语单词一旦出现这种比喻含义,就会搞得你非常的悲惨啊,像这单词,首先呢,我会说根据字面意思,你可以看看是个closed,是clos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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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难发,修道院。 这个单词呢,指的是隐蔽的意思,这感觉就相当于,中国呢,什么道家,叫什么东西啊? 那个翻译成什么好像,闭关修炼,哎对,闭关修炼,有道理。 感觉在国外好像有一个一样闭关修炼的概念哈,闭关修炼,关,闭关修炼,修道院的意思。 一而,名词,动词是其衍生意。 衍生,衍生意,结束了,否则是有问题。 还衍生含义,同理合照,隐居的,可能能做一个影视,哎,其实不错。 下一个单词,句子,closed。 句子作为一个,作为一个,我们说常见的框架,但它的长相的确实跟这个词根不太挂钩。 所以呢,查资源。 在资源中给的是这样一个解释器的。 closed,关闭的意思。 它说的是构成一个,独立语法结构的句子,就关闭,闭合在一起。 用于语法的就是这个词句。 就是这个完整独立语法的,子句,相当于同句吧,非常我们的概念。 再来,U,B,恐惧症,你看到这单词之后,第一反应,哪个单词表的恐惧呢? 看含义,看不出来了。 它有一个译作名词后,这,哦,对,漏了。 U,B,恐惧症,后面的单词,双词根结构。 我一直在想,这个词根如果是怎么解析比较更为的合适,U,B,恐惧症。 我们在看的过程中呢,有很多时候,它这个恐惧症呢,来自于拉丁语,来自于希腊语,或者说是恐惧症。 呃,有的词源书上是把那个TRO放在后面,有的词源书上放在前面,这也比较尴尬,因为目前为止还没有特别明确的那种一个,我傻傻,可来说不,就这种单词吧,我们放在前面好了。 关,U,B的意思。 U,B,U,B,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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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写成恐惧吧 但凡涉及到就是所谓的医学心理学专业的单词 他们在做的过程中都可以做到一个完整的 其他语言的引用 尤其在命名的方面 拉丁语跟希腊语绝对是首选 百分之百首选 那这个单词在讲的过程中呢 那个恐惧 我在讲的过程中为了方便下面来记 我把它拆成这个样子 集合名词后阵 线上ic行词后阵 行词或名词后阵 好了 有必恐惧症 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是因为方便下面来加后阵 有了这样的一个套路之后 接下来就是我们所说的合成词 合成词没有必要多讲 因为实在太简单了 当然有个别单词就要处置一下的 比如说这个 各位学们 这个单词 knit 猜猜什么意思呀 好 好同学们 你猜猜什么意思 这单词的另外一个变形 我之前说过 我写出来估计大家认得出来 但是我不写的话呢 估计整个人就崩溃了 什么意思 织毛一 编织 还有个单词 这个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同学们 not 大姐 所以我们说中国姐 Chinese knot 这个含义 那么他俩的关系应该是什么呢 互为动词形式 互为动词形式 RP也错了 写错了 位置 互为动词 皆有动词含义 又有名词含义 编织 你们可以自己查一下 我先把合成词标注一下吧 我先把合成词标注一下子 然后再再针对其他单词进行完整的扩展 货买都是合成词 但是词源中有 我想的半天还是换起来了 必定他合成词 他也算是生活中的必备单词 那有很多学生都说了 呃 那原因在于呢 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么一件事情 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么一件事情 意味到什么呢 英语学习 它并不是按照咱们中文的等级来学的 什么叫做中文的等级 就是你看啊 如果是在国外你要上中学 上中学 那么咱们现在上中学的学生的呃 比方说生物物理化学政治历史 政治国外应该不学 这历史化学科学等等的 他们要学 所以在学这些过程中 我们在初中阶段学化学的时候 各位你们就会接触到化学的专用名字 对不对啊 上到高中之后呢 就会设到有机化学的专用名字 很复杂 什么三消息甲本啊 等等的这样的概念 那么用英文怎么说呢 你们都不会 是吧 所以英语学习 很多人把它停留在了一个入门级 这么多年来 各位你们的词汇量之所以比较偏低 就是因为没有把一个母语者的学习态度 放在自己的身上 那你想想 如果我们的这个英语课程 基本上按照美国语文的这个水平来讲的话 那么你们各位的词汇量 那就是觉得非常庞大了 你想从初一开始 学习美国一百年之内的经典文学 你从杰克伦敦海明威到马克吴文 你这个的学下来之后 说我肯定不一样 这种是因为我们没有进行过这样的学习 中国人的习惯性的会将传说中的这种单词记忆 全都置于考试 以考试为目的 于是你们的词汇量这么长时间的都没有进行崩涨 而且还觉得词汇量少呢 是个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样想其实是一个弊端 极大的弊端 希望你们在教育自己的下一代的时候呢 就不要给孩子有这样的心理说 哎呀这个2000词汇中考过了 你这样想的话没必要 因为我们可以再拓展一些知识 有时候我为了去拓展那些词汇量 我买那个大不列颠 百科全书 注意还是百科全书 20本书 凭我的臂力 我一次能拜登5本 太重了 我快递小哥快被我那套 那两项说快累死了 所以那里面是全英 不是全英 英语的词条 英语单词作为词条 这样的话呢 一个个去描述 你才会知道有多少单词 有那么高的拓展的 下一个单词叫做crop crop的原始含义是这个含义 crop什么意思啊 东西们 短发 为什么是简 就是简短发 发的意思啊 它本身含义作为动词 除了我们所说的农货物之外 各位如果你们去查的话 它的含义是种植 我想讲它的原因是因为 它除了我们最常见的种植 还有就是修剪意思 closecraft 评头 写过了 是名词评头 所以短话的话 就会这种的含义 好那么closeout 出清存货等等的 fitting和声的range 是范围 近距离的set设定的意思 两人之间那个距离 manded是有思想的意思 闭关保守的 quartus近距离也没问题 我们所说的end 固定金额的 相当于决算的意思 master 手口入屏的 还没这么可讲的 door end loop loop是循环 这个啥就行了 closeended cell是那种 类似于细胞 或者说一个小空间 闭路电池 可以表示一个小的构件 off的是 常见的借词 向下 拖下 中觉 隔离 都可以硬啊 被关在里面的f 接近的含义 这些都是拓展含义 你们理解就OK 所以统成为核心的 合成词 放在这儿 我已经把词评中 不太需要的 已经去除掉了 但是 好了 其实难度技术 稍微高一点 高在哪呢 先讲act 再讲ag 再讲ig 这个单词是做 驱使的意思 说实话 在查词源的时候呢 多年前 我以为act 是个基础词 我以为 但是我以为的 真的不是我以为的 act 查完之后 原来才发现 哎呀 原来它是一个词根 它是一个核心词根 在英语中 也是常见性 是表示多的意思 有了这个概念之后 我们先进行一下 小小的热身 因为这个单词 对各位而言 难度技术不是很高 所以我先做一个 简单的拓展 首先 词根直接做单词 词根直接做单词 那你在学的过程中 就非常的激烈了 有了它之后 先做一个速度掌 各位有没有不认识的 提问啊 有什么不认识的 L1 M1 L1 I T I ST SM AT OR L1 ED L1 写错了 毫定 Iv一键过了 RT1 名词获取 VT1 动词获取 印记 起动词获取 名词或者 over相当于合成词吧 我们翻译能超过 先把他们家族语员学习上一遍 最后一个 actinic化学作用 产生作用 什么化学线呢 这单词的后缀呢比较罕见 我们在学的过程中呢 我只能说单独去记忆了 真的没办法 你说这个单词 你是视为nic还是inic 没有明确的一个概念 化学线 所以呢我只能说 我查不到啊 这个时代查不到 ic的形容之后 这我还能理解 我就给你们放成这个样子好了 方便大家理解 也算拼读方便 这个单词只能给你做到照顾 单独不敢标颜色 实在找不到方法 好了有了这一组单词之后呢 我们看看热身的效果 同学们 第一组单词中你见到了 演员act actress 那个re呢 你们没有必要说是再去记 我之前也说过了 如果是er or ar 如果再加上女性的后缀 他把那个r前面的原因 字母都会被顶掉 他变成什么trice 就这么一个含义 各位应该没问题吧 名词后这边人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套 但是咱们已经讲到这儿了 我在写的过程中的 就没有把这个o玩 再把那个o划掉 各位你们视频应该够了 绝对够了 都讲到这儿了 应该没有任何的问题 好 爱欧温名词后缀 形容词后缀 形容词后缀 那么ABL一边是能怎么呢 这个指的是控告 而真正表示行动的 积极的active actionable呢 你只要看见两个后缀以上的 这个含义 基本上都是往抽象含义拓展的 历来如此 多几几个作为热身 多几几个作为热身 不死后缀 名词后缀 ist 表人 sm 名词后缀 它表什么什么主意 ate 动词后缀 各位呢 你们可以模仿我这样的一种 备单词方式 把负面的生单词 再换明拆一下 在讲课前呢 尤其拆分之后 会有更好的情况 新插进班同学呢 你也不用着急 新进来的同学也不用着急 我们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 没有必要去说 虽然蜡想 但是没有必要盲目去追赶 量力而行 你可以选择说 一天看好几个视频回放 或者说看好几个视频 如果不行的话呢 就两天看一个 OK也行 我讲的量呢 我还蛮自信的 确实量够大 因为现在我们的前100次 跟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想尽我最大的解析 给大家练成定式的英语思维 就是数据词汇的英语思维 你已经习惯这样做了 看一看这样拆就对了 下一个一样 那么静止的不活泼的 还是写一下吧 锻炼一下子 停止而已 应该没标错吧 就确认一下 inactive inactivity inactive inactivate inactivated inactivate 没问题 就怕打错了 太掉价了 表现的意思 act 它的确是有表演的含义了 行 再来actinic 这个单词刚才说过了 好 接下来我们说是中和抵消的 作为中和抵消的话呢 看前缀 有些前缀确实不得好记 counter 反 actinic 反着做 抵消 力量 ln 明词后缀 综合 综合 抵消 retro 往回 active 追速 这回是往回做 有效的反动动作用力 如果这个单词的话呢 追速还可以 反动 有效 有追速效力的 这个追速类似于那种 一个人犯案了 潜逃20年 忘了中国的法律 那个是超过多少年 就不追速了 好像一直都在追速啊 香港那边 还忘了 日本那边好像是 这个具体这边 好像没有特别研究 各位如果有研究的话 你们可以贡献一下 在心里的 我个人对法律研究 是确实不到位 再来retro 这追速力的意思 这个是平常看片的时候呢 好像印象最深刻的 居然是看明天山客南 真是太高了 韩国有 这给你们自己判断一下 我就不太多说了 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多 我说这件事情 有效追速 那看到这个单词之后呢 我就在想一件事情 它有的它的副词 形容 呃 不是 形容词副词跟名词都有了 它有没有它的动词形式 根据我们的经验 推测 这个在不在呢 需要copy一下 真的有 这个单词我放在这儿呢 不是因为当初不想放 是因为考虑的万千 有些单词必定想作为补充 还 就没复制上 各位你们现在应该具备了一个推导单词 如果这个家族成员已经出现三个了 就缺个动词 或者缺个名词 根据大家所学的东西 iv一定后面变名词 它不是Io1 就是Ity 有些单词的规律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一开始给你们 让你们能够完全理解 因为有些单词这个规律啊 完全是大家在跟我学习拆单词的过程中 逐渐逐渐发现 你好像拆单词每次都是这样子的 往回做 的确有反处用力的意思 哎追溯的意思 好接下来 retroactive retroactive看到账了吗 就知道账了 OK了 呃不对不对 换个位置 既然我已经把上面单子写出来了 那我们按照标准的拆词方法来做就行了 形容词后认 Ly个词后认 名词后认 再来向前 飘 向前 active 向前做 有前瞻性的 这咱们见过好多回了 就不用再说了 不过这个单词在拆的过程中呢 在 swing中也没有出现它的那个 直接动词那种事 好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它的拓展 含义 有些单词啊 你觉得有可能只是理论上的 真的可能只是理论上的 因为这个单词出现的力量不太坚 不太常见 当初推荐语就是没有 好下一个单词 极度活跃的 这个发音啊 heper 就等于super 极度超级的意思 没错 比较极端的 Active你见过了 都应该多说了 线上 it1 名字活跃 这个单词第一啊 表示否定 没有效用的 activate activation ln 名字活跃 完成 这个就是属效的正反义词拓展 一个是极度活跃的 自然就是不活跃的 然后进行拓展 再来 就来 play act 这个单词 我们拓展的话 是为核心词 要合成词好了 我画着灰色的部分 就是因为他们太难读了 删了半天 除置了半天 还没有什么名字的效果 生 生物 active 再来 ps1 心理 这个本质含义是心理 心理 我们还有说精神 所以精神 再来影响心理状态的 对心理状态产生一种 波动的 就是影响心理状态的 active 就是心理在产生波动 写个动吧 心理波动 ok 下个单词叫做underactive 不活跃的 在下 未达到 不过活跃的 active 下个单词 下个单词 一幕一个举动 act表示表演的意思 一幕三幕 合成词 这说明是剧部什么话剧还是舞台剧 play act 这个单词讨厌在哪 上面一个单词 看到了吗 我放的时候我也蛮尴尬的 play act 跟多一个联子符 私评还不一样 我想了半天 我不知道该把词兵合在一块 还是把它怎么捞 就给你们都留在这儿了 不是故意的啊 下单词叫做 vilection 这个直动是什么机枪的 这单词谈完之后 我也很崩溃 军械类的 这是六万词兵表中 是什么单词都有 重新总结分类 确实很通俗 好 我们先说这都是合成词 那么根据我的基点 基本玩法 先把合成词放过来 然后咱们再针对合成词中 比较难搞的单词 好少处置一下 下面也是 当初查词兵的时候呢 确实 这单词都是合成词 你可不拆吧 放在那儿感觉是个梗 要说直接拆吧 感觉有点呛鸡肋 没怎么办 没处置上 出我的错觉吗 是的 特别简单的合成词 我就不再多说了 我们先说重点 哪些单词作为合成词中 我还得说一下呢 比如说 下面一个单词 叫做 Bolt B-O-L-T 直动式机枪 说实话 对于军械方面 虽说有所了解 但对枪 这个概念 还没有办法 所以你会发现 看到那么 Bolt 这单词是直 螺栓的意思 对 螺栓的意思 但这个是长成什么样的一个 什么直动式机枪 是前后的那种 还是 直动式 是不是往前 概念还是不是很清楚 就那种 但还属于是直动 我也不知道直动式机枪到底是什么样的 你们可以自己查一下 它是螺栓的意思 但是这个螺栓指的是那种 插销一类的 往前直的那种上下推动的 打打栓 可以吧 哦对 因为步枪 拉开一下子 好 开一枪 非常老套的 就放在这儿吧 它螺栓 那么政治行动 我会讲到 这个political political 那个词根呢 POL 就是我们那单词 有礼貌的 Polite Polite的含义 是这个有礼貌的 Polite的什么意思 那这个单词是城邦的意思 城邦隐身意义是政治 所以对一个国家的 对一个城市的管理 写过了 城邦 管理 政治 I say 熊子后这 class不用说 live up pump 这个pump 是那种 蹦 蹦的意思 压动式机枪 直动式机枪 就是那个套路吧 单机 单动 激发 双击 等等的 无尾 Leverse 杠杆 不用再说了 fast long shore slow 这都是很简单的 长快 短慢 最终的 seal 地址 best best 最好 active duty 最好的什么什么 说错了 军事的现役 access service access duty 比如说这个还是表示 这个duty指的是服兵役的这个duty 还有再往后就是base的基于什么什么 pack的 打包 打包什么action呢 这个令人机动的含义呢 只是出满那种让人动 这个动态度代表的含义是机动 这是语境让我带过来的 有兴趣的同学呢 自己查一句啊 在我后声控啊 voice这基础单词 不在我的解析反销之内 但是我可以提醒 告诉你voice会把他的词根voc结构 专门拿着进行大词根拓展 好 接下来继续 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方法呢 再加点常见模式 先理解一下子 这么多年来有个基础单词 很多人都会 但是问他为什么他又不会了 比如说事实上的 英语中呢 一般强调的要点呢 还是做 这个做的含义呢 说白了就是做事实 强调做 做出的事实 acture acture 然后呢 好 接下来 副词 ity 名词 i在e 动词 atln 复合名词后阵 这单词 放出做的时候就觉得 好难搞 自我实现 这个自我实现的时候 一直我们所说的那个 大家认不认识这个人 马斯洛 谁知道啊 同学们 第三集的人本心理学家 马斯洛 代表着我 创始者 想当于是 自我实现 马斯洛呢 这个人本主义心理学 我还是蛮 蛮觉得不错的 而且非常符合我的心理语气 这是我们所说过的 叫做需求层次理论 最高层次就是自我实现 当然我觉得 我还没达到一个自我实现 就是相当于咱们说的 有些人就是 你也不差钱了 就在搞 就是情怀 现在比较好说就是情怀 马斯洛的一个需求理论 需求理论 这个需求理论 我们可以多说两句 对 和弗洛一德是 不 不错了 马斯洛是五个 因为通过这个马斯洛的 这个 我想给你们讲单词吗 是讲单词啊 不是讲心理学啊 顺便把他的理论来说一下 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呢 分成 第一个单词 我把它称 这本分是否 我把它分为 生理 哎呀 写错了 生理需求 安全需求 写错了 应该是咱们从下往上走 安全需求 爱和归属需求 最后是 尊重 受人尊重 最后叫做自我实现 当然了 有的中文翻译的不太一样 但是我说过的 这边课是英文课啊 我肯定讲单词 提前给你把这个东西写出来 告诉你单词应该怎么拼 那自我实现呢 就是刚刚讲过的 叫做self actualization 啊 就告诉你自我实现 这么回事 忍不住想把其他这写出来 怎么搞得跟上送 ok 接下来尊重 尊重这个单词 还不是普通单词 你以为你以为的 真的不你以为的 我啥谁啊 再来下一个端端 关子的归属 爱和归属感 也许你们找的不太一样 这是我们的标准 按照英文的标准来走 没事干 你可以去在 不过 不是说了 如果是大学生的话呢 在图书馆里面 去好好读一读 这个是蛮符合心理需求的 包括我们说的 safety needs 安全需求 最后有一个 生理需求 我们复卧的词根 那个psysiolh physicological physiological needs 生理需求 这里面涉及到的词根 分别为 那个act 词根 phys 马斯多德 典型需求里的 安全 safety 少许个e了 唯一需要 特别解析的 那个尊重 我们学过的尊重 是不是respective 对不对 那同学们猜猜 这个单词的尊重 是什么词根 这个尊重 需要额外多废一句话 需要额外多废一句话 想想这个来自拉丁语中出现的 拉丁语中出现的 拉丁语咋评呢 等等 同学们我想一想 拉丁语这个好长时间没听过了 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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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拉丁语的后缀是are 它的本身含义跟那个estimate 估计的意思 评估 包括判断价值的意思 判断价值 这个判断价值就跟英文中那个estimate 是一样 等同于 英文单词 这个词根也相当于英文单词那个 怎么说的那个estimate 这个评估的含义的拓展含义 就相当于拓展含义吧 如果你们去打单词estimate 是属于常见形式 就是评估的意思 隐身意识尊重 因为这个东西有价值值得一看考虑一下 这单词很明确的一个概念哈 这单词 我们说的estimate呢 就是那个estimate的这个 拉丁语的结构 相当于拉丁语结构 你看只要涉及到这个 怎么讲的 专业术语 这个尊重有的呃 心理学的时候会翻译成价值 会翻译成价值 会翻译成价值 什么东西 哪打错了 哪打错了 East 那你这是意思的什么意思 你在干嘛 East吧 Eastimate 好吧 下午一跳 我还以为我打错了 这打错的话会与我画出横线的 我现在明明没有任何画错的横线了 好了 下一个单词 self-actualize 自我实现 我大部分人都是为了温饱解决问题啊 自我实现这个 你得 有情怀 当然物质丰厚再说啊 其他都是 以后的事情 你们有一天会做到的 someday 自己 好的 接下来actrate 这个单词 比较高 它在哪呢 很长 很难见 很难见 但是 我讨厌它在哪呢 我当初在讲高考的时候呢 这是一个高中课本原词 我放在这的就是因为它高中课本原词 三万多这个词评 两九九 高三的词评 但真没觉得这个单词有多长见 做 开动 可以这么理解 U 我们常见的联字符 ATE 重词后证 一切结实套 好了 有了这个框架之后呢 OR名词后证 表人或表物 action 件上 R1 名词后证 再来介绍 ary 名词后证 保险原 再写上 I 莲字符 AL 形容词 后证 保险金算师 看到这样的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试 啊 写错了 很搞笑的 疯狂动物城 如果你们还有印象了啊 一个小豹子 哎 是是小豹子 是老虎来 完了 Utopia 这些小豹子 这是在一起的 词 现在 你会说 好 好 好 看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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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